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肯尼亚首都内罗币是东非的最大城市 那也是非洲相对富裕的城市 但在这个繁华都市的另一个角落 有个只有1.5平方公里的罗哥桥贫民窟 那却是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 那边居住着15万到20万名没有稳定工作 生活贫苦的贫民 那这里的贫民呢 每天都过着心惊胆跳三餐不温饱的日子 外界都给这个地方贴上了贫穷脏乱和犯罪率高的标签 不过如今水上加霜的是 在通货膨胀席卷全球的背景下 贫民们用来起火主食的木柴啦 煤炭煤油等等通通都起价 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购买 在走投无路下 他们只好另想办法到垃圾厂去捡垃圾袋 或者是麻袋来起火 那虽然在此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 但燃烧塑料袋时所产生的有毒气体 却也对他们的健康带来威胁 密密麻麻的铁皮屋交叉错乱地排列在一起 墙壁都是用大铁片和木材组成 这里是肯尼亚首都内罗币 其中一个最大的罗哥桥平民窟 在堆积如山的垃圾厂 民众赤着脚捡起一个又一个塑料袋 再放进麻包袋里 如果是以前 民众都会卖掉这些垃圾赚取一点收入 但如今遇上通胀压力 许多人都买不起木材和煤油 只好把捡到的塑料袋带回家 用来起火主食 眼前这一名扛着麻包袋的妇女 已经住在罗哥桥平民窟20年了 虽然她知道利用塑料袋生活主食 会危害自己的健康 加上铁皮屋没有窗户 空气不流通 大大增加了患病风险 但为了不让孩子们饿肚子 她别无选择 对于这样的情况 卫生学者担忧 燃烧塑料时所产生的烟灰 除了会导致全球暖化 也会变成致癌的隐形杀手 毗宁窟的生存环境不尽人意 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挣扎在生死线上 要是通胀问题一天没有解决 平民们日复一日的苦日子 似乎永远到不了尽头